此前节目当中的我们还曾经报道过小猪佩奇 社会人走红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关注 但是最近又有网友发现在抖音平台的社区规则当中 已经悄然把小猪佩奇列为了禁止原始素 那一部儿童动画片为何会被禁止呢 原来去年底开始有网友在短视频网站 晒出了小猪佩奇的纹身 强烈的反插萌很快吸引了网友们的关注 之后又有人晒出了小猪佩奇的发型 小猪佩奇的手表 一句小猪佩奇身上文掌声送给社会人 经过多家短视频平台播出之后 更是让佩奇成为了社会人的代表 受此影响的不少中小学生 以穿戴小猪佩奇的服饰手表等互相攀比 更有甚者少数不法商家假冒纺织相关的产品来绝取利益 人民日报为此刊文批评指出 小猪佩奇在社会也不能毁掉了孩子们的童年 不能逾越规则和底线 那随着禁令的生效 目前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小猪佩奇 已经找不到任何的相关内容了